生肖马,不要向这个世界认输,因为你还有梦想,总有一天我们的棱角都会被世界磨平,会拔掉身上的刺,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,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。 有些人,该忘就忘了吧,人家从没把你放心里过,你又何必去自作多情,生肖马的人心平气和,自为敏捷,必大多数人都聪明,九月下旬即兴照耀,这时可谓是福星要命幸运无比,正才偏才期望,若能把握住此番好运,即将迎来行于大翻身。 另外属马的他们,未来四个月应该多赞加商业上的聚会,皆是贵人,同时应当注意,要懂得整理及利用好自己的资源,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经过这些努力,未来天天笑容挂脸上。 属马的人值得身交,开朗大方,身边朋友较多,九月下旬即兴必佑,皆是好运加持有望壮盛大运,输入猛涨。 如果能把握好,盆满钵满,此外数满之人,未来两个月,别盲目投资,规避风险就意味着最大的手材。 同时我们给的建议是,要注意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,相信心情的耕耘是收获之本,经过一分努力,不久的将来人生在上新台阶。 9.2要综合运势,今天逢篇财新篇财助信息,代表机缘和商机,业主财富运。 事业运势,商机比较好,又在进一步的空间和机缘,您好好掌握。 财运运势,财运旺盛,有利于进行开展业务知识。 感情运势,对方记不住你的喜好而让你优先失落,觉得自己付出的太多,而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关怀,其实是你太敏感了。 健康运势,健康运停顺,适合食用带有酸味的食物,有利于运势。 数码人是重情重义之人,为人温温宽厚,和气空气,有求比应,乐善好施,不惹祸事,老金活络,文武双全。 他们五行输土,终身有比善土助力,贫上后吐生财的运程,数项马获得转运良机,不论职场仍是日子,都将把好运把握住。 九月,你们不再为金钱而忧虑,所以你们感应到了自身的能量,一天比一天变好,整个人精气神就像开了外挂祥筒,悲速向上上升,做什么作业都可以步步高升,好日子向你们靠近,总算摆脱了人生的困境。 整个人精气神都会一天比一天变好,财富也会不断增加,整个人都活得人生,夸娇的光环笼罩之下,天然越活越有精力越有才干。 今月数哪人的整体运势还可以,把精力都放在手头上的事情吧。 接下来不急的都可以先放着,解决了占媒之急,才是最能够让你感到安心的。 今月爱情运势一般,财人对你的关心在你眼中,可能只是调戏,所以你给异性的感觉就是特别冷漠,会让人不敢接近。 今月工作运势还可以,事情是要一件一件慢慢完成的,要分得清楚次,有一个先后之分。 今日才运势挺好的,跟着贵人一起做事,你也会变得很有主见的,赚钱的机会向你奔勇而来。 但也来看你自己是否能够把握住,今日健康运势还不错,对于身体你是从来不敢松懈的,会一直小心翼翼的照料。 文心提示,进入2018,在面对着许多不可知的命述时,王老显得茫然,无助,命好不如运好,命有上天定,运可后天改,建议可以随身陪戴,或者在家中放置一个专属转运手链,能够给您智慧之光,使您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涮。 事业有成,化伤化胸,吉祥如意,使您能够随光明道路前进,发挥自我的一切智慧,达到理想的境界,若能切成佩戴或供奉,将是一生聚才手才,顺利平安,消贩脸蓝,点击下方蓝色自己查看,属于你的本命磨开光吉祥物,拥有它你将会使得一生聚才手才,顺利平安,消贩脸蓝,住院数码的朋友。 也请你们替你们,身边数码的亲朋好友送上祝福,点亮,并转发,总发为更多人带来福气,自己更是手流于香,呼气迎门,喜气洋洋,祝你们,福如东海,幸福安康,裁员广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